两分钱一个水族膜带 过滤器宣传的口号是 让养归养鱼更省心 但是对于习惯了常年不换水 几乎不怎么打理鱼钢归钢的 古法养鱼养归人而言 使用过滤器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最起码增加了以下工作量 滤棉要定期或不定期更换 否则堵塞以后容易水漫地板 而这对于习惯古法的人 很容易忘记 结果可能就一流了 滤材也需要定期清洗或更换 否则不仅过滤性能下降 也容易发臭自生虫子 水泵也需要定期清洗 当然还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处理 例如管子堵了水泵坏了 水泵吸玉苗吸虾苗吸龟苗等等 这些都是额外增加出来的工作 对于习惯当时手掌柜的古法人 用过滤其实真挺麻烦 但是呢有时候因为养了流水鱼 又不得不用过滤器 三天两头洗这换呢 烦死个人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显著减少我们换滤棉 洗滤材 清理水泵等工作量呢 今天冬柜先生给大家推荐一款 超级水足膜袋 使用了它以后 可以使我们清洗过滤设备的次数 显著减少 几个月不管也没事 并且还可以预防管道堵塞 水泵损坏 也可以显著减少水泵吸鱼吸虾几率 最重要的是 这种水足膜袋相当便宜 只要两三分钱一个 不是圆 不是脚 真的是分 你没有看错 也没有听错 超级水足膜袋 真的只要两三分钱一个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现在膜袋它来了 这就是几乎家家都在使用的 厨房过滤网 冬柜先生选择的是其中两款 一款是网眼比较粗的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 一款是网眼比较密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 这两款都是现在常用的厨房过滤网 冬柜先生网购的价格分别是 9块7400个和6块5200个 那么这两种膜袋要怎么用呢 且听冬柜先生详细分解 造成过滤器损坏 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 是水里的大颗粒物 例如水草叶片 浮瓶 撕澡爬进或被吸进水泵的 鱼虾罗等等 由于它们磕头较大 进入水泵后可能缠出液轮 使水泵无法工作 也可能会堵在水管中 从而出现问题 而水泵出水口过滤进水口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水中的各种大小颗粒物 堵塞粒棉绿材 如果没有及时更换或清洗 就可能造成一流 严重时直接咽地板 所以为了让过滤系统 长期稳定运行 在水泵进水口 我们需要拦截大颗粒物 也包括鱼虾罗 拦截鱼下的中小型颗粒物 以减轻绿棉和绿材压力 让我们能较长时间 例如两三个月 去更换或清洗它们一次 而拦截杂志的工具 就是冬柜先生上面提到的 两种过滤网 苏罗眼的磨带 是直接套在水泵进水口的 如果是视频中这样的三合一水泵 则非常简单 直接套上就行 这样一些大颗粒物 包括小鱼虾、罗 就被拦截了 无法进入水泵和管道 等脏东西积累比较多了 可以把网袋从上到下翻卷下来 这样大颗粒脏东西就会被卷起来 连网一起拿出来就行了 网袋可以清洗一下再用 当然直接丢掉也没有问题 反正只有两三分一个 实际上 如果刚里养的黑壳虾和绿比较多 吸附过来的烂草叶等大颗粒 大部分会被罗虾吃掉 剩下的小颗粒物 会重新被水泵过滤 这种粗盐网袋 拦截大颗粒 不拦截中小颗粒 既保证了过滤效果 也避免了水泵缠绕堵塞等问题 如果大家使用的是底吸水泵 只要不是特别大 这种网袋同样可以使用 只不过稍麻烦一点 首先要将底部吸盘取下来 然后再给底吸泵套袋 最后再将吸盘装回去就行了 但是这种泵 清理吸附在网袋上的大颗粒 就没有办法通过翻卷的方式了 需要清理时 可以先停止水泵运行 然后用大口径红吸管换水器等 将大颗粒物给吸出来 水泵出水口 用到的是密眼膜袋 这种网袋是自带松紧口的 直接系在水管口上就行 它的运行效果是这样 将大颜网袋无法拦截的中小颗粒 用密眼网袋再出水口再拦截一次 这样直接进入滤棉和滤材的杂质就少了 可以有效减缓它们堵塞一水时间 长时间不更换 不清洗也没有事 等到这个磨袋中已经有很多脏东西 直接扯掉换个新的 如果时间长了 底下的滤棉也太僵 同样也扔掉换新的 底下的滤材基本无需处理 很干净 根据冬柜先生观察 上面这个网袋 即便已经装满了脏东西 也不会完全将水堵住 一流的几率还是很小的 至少要比滤棉堵塞一流几率小得多 以上就是冬柜先生在过滤器中使用的 分别套在水泵机水口和出水口 用来拦截不同大小的颗粒物 预防水泵吸于吸瞎吸螺 只要两三分前一个的厨房过滤网 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冬柜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